今年4月1日起 新的驾考规则和交通违法计分规则开始实施 相比之前 很多规则都有所变化和调整 4月1号起实施驾考新规 相较之前主要有6大变化 C2考试把坡道定点停车删除 只保留倒车入库 侧方停车 曲线行驶 直角转弯四项 C1考试内容不变 增加相同类型的驾照时 将不再考取科目一与科目四的理论考试 只考科目二与科目三的场地考试 同时放宽了报考年龄限制 年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考取C1 C2 F这三个驾照 70岁以上老人报考驾照时 需要通过三例测试 此外 C1 C2驾照可以通过自学直考 除了驾考新规 从4月1号起实施的新交规 已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主要是扣分分值的变化 首先第一点 平常喜欢开车玩手机打电话的朋友要注意了 像现在这个驾规 如果您开车打电话的话是扣二分 不过4月1号新规实施之后 如果您再开车打电话的话就要扣三分了 除此之外 像借到超车 或者占用对面车道 穿插等候车辆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加塞是由原先的扣二分变成现在的扣三分 像我现在所在这个全程路上 乔儿就是这个平常车流量比较大 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加塞这种情况的 在这里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扣分不是目的 大家的行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通道加塞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没办法 只能让它 咱们就是以和为贵退一步海过天空 那像这个新规规实施之后 像加塞的话 就是原先扣二分 现在变成扣三分 你觉得这个分支变化体现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就是咱们这个交规对这个 就是这个不文明现象嘛 越来越重视 还是很好的 就是能够可能会有效抑制一些这种行为吧 反正这个能理让理让 我要是着急 我也有时候不理让 对 只要不着急 这种正常情况 我觉得该理让理让很正常 除了开车打电话 加塞等扣分增加 新交规里的部分规定也降低了计分的处罚 压线从扣三分变为扣一分 为正确悬挂号牌扣分 从十二分降为三分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车辆扣分 从扣十二分变为扣九分 我是觉得反正随着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就是单向扣的分越来越高 可能将来的这个马路会越来越通畅吧 可能大家注意的也就更多了 新交规里还增加了不再扣分的情况 为粘贴检验合格标志从扣三分变为不扣分 另外对于高速超速的处罚也发生了变化 现有交规中超速20%就扣三分 而在新交规中超速20%不再扣分 这个新规则吧 更加人性化了 也更加严格了 更加能够规判我们这个行车行为 公安部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计分管理办法 对酒后驾驶 交通肇事致人伤亡后逃逸 使用伪造变造排证等严重妨碍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对其他交通违法计分中 7项计12分 7项计9分 11项计6分 15项计3分 10项计1分 计分类型增加了扣9分 删除了扣2分的违法行为